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小燕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在冬季养养兰花 最容易引起绍根烂根的几个问题 首先在冬季 这个时候 兰花大部分都处于休眠 或者半休眠状态 如果这个时候给兰花施肥的话 就会很容易允许兰花根细 烂根造成伤害 所以建议在这个季节 不可以给兰花施太多的肥 其次是浇水过多 因为兰花在冬季的时候 生长比较缓慢 如果浇水过多会导致盆内积水 允许烂根 最后一个就是 很多花友喜欢在兰叶上喷洒水 如果叶片没有得到积食通风 就会造成积水 很容易引起冻害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